大家好 我是遥远冰果寺的作者哈利 冰果寺是台湾最低调 最美丽 最有人情味的地方 连续五年夏天 他可能是全台湾吃最多冰的男人 台湾的冰果寺它有一点很可爱的地方 到现在很多老店它之所以还在维持 它动力跟原因都是为了 如果它现在收起来 那这些邻居要去拿来 走访22家老店 汇集成第一本台湾当代冰果寺记录 异想世界带您一起翻阅 品尝台湾冰果寺的人情味 9月23号 24号下午4点晚上10点半 锁定UDN TV异想世界